那待會兒,請各位一樣先幫我填一下那個課前問卷 然後慢慢的我們就是再來 逐一的進入在我們課程 那目前看到呢,已經有14位同學填寫的這個課前的問卷了 看到了,OK 然後也已經有一個統計的數字出現了 那這樣的話呢,其實就很方便 我了解大家的一個 第一個,你的程度啦,OK 還有你有沒有上過類似課程 這樣的話,蠻清楚的 但是他說真的,有時候抓不到大家的一個程度 上期課也蠻累的 有時候你講得很認真,講得口默默非 但是底下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因為大家好像都聽不懂 或者甚至你可能講得太慢了 大家底下又覺得不耐煩 所以當然會有兩期話的狀況發生 怎麼辦呢? 所以後來發現,為什麼每次上歌要先統計一下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要先知道你們到底需要什麼 OK,那我再來針對大家普遍性需求 加強重點的解說的話 當然相對你們會比較真的能夠學到你們要的東西 但是坦白講啦,這個還是有固定我們的課程綱要 只是說在課程綱要的前提之下 我們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OK 好,那目前大家看到15個桶 那裡面應該大家都填完了 OK,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再來看一下 我們這個課程剛剛有提到 我們這個課程剛剛有提到 Python為什麼這麼慌? 其實主要的原因應該是跟他的費用這件事情 因為他基本上叫自由軟體 那一般人是把它理解成免費軟體啦 OK,但實際上它是不是免費? 其實你非商業用途是免費 但是如果你商業用途 你基本上還是要付費 只是說怎麼樣定義商業行為 這件事情 所以大部分人哦 你是不是商業用途? 你一定回答不是嘛 所以大部分都非常用途了 OK 所以呢 老闆也很喜歡 為什麼?你沒有費用嘛 那沒有費用的話就不用花錢嘛對不對? 對哦 那以色友的話為什麼 大家現在也很夯啦 大家很喜歡用 那為什麼他就是 感覺上好像就是一直持平在那邊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要費用 因為像你看你隨便 像歐菲斯20 最新應該2019啦 另外還有歐菲斯365 那為什麼歐菲斯要多一個365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知道 因為他365天之後又要收一次錢 像歐菲斯 我不知道我亂講 這個我自己亂講 為什麼? 因為以前歐菲斯是直接買斷的嘛 但是歐菲斯365是一年收一次錢的耶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說 歐菲斯365 就是365天之後 你記得要再付一次錢給我的意思啊 所以它是付費軟體啦 那付費軟體跟這個 私有軟體最大的差別 就是沒有費用的問題 那你想說要付費我不要用 我問你台灣很奇怪 要付費可是大家還是偏偏用 而且你office還有很多是免費的哦 完全免費 像LibreOffice、OpenOffice、EleOffice 像Google也有雲端 有沒有 一堆雲端也都免費的 但是很奇怪 eSale的市占率還是這麼高 而且很多大企業也甚至曾經想過 不要用微軟的office 改用其他 也有政府機關也是這樣子 大力推行 但最後好像還是不行 為什麼 因為員工換了一個環境之後 還是覺得不太習慣 還是要花錢去買 奇怪哦 所以花不花錢 我是這樣覺得啦 就像你去餐廳吃飯 你一定是花的費用 你說那當然你會有一個預期心理 就是我有人服務嘛 那我付你服務費嘛 對不對 那我可以當大爺嘛 不不不 也不是當大爺 我可以輕鬆嘛 我可以easy嘛 我可以不用說我自己去拿菜嘛 自助餐嘛 對不對哦 那我讓他自己吃完之後 我讓他自己去倒掉啊 或者回收之類的 對不對 那所以這有個精神 就是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還有呢信賴保障的原則 比如說我今天花了錢 我到餐廳哦 那很難吃 你是可以申訴他的 會有人聽你的意見 但是如果你今天去自助餐哦 你要去申訴那個老闆 你為什麼不幫我來點餐 你為什麼不幫我回收 人家會覺得你這神經病嗎 你是OK嗎 對不對 OK 所以啊 如果你用Python的話 未來也會有一個問題啦 所以你要搞清楚 這東西呢 它就是自由軟體 所以呢 很多事情 你要自己來 所以也就是說 剛剛嘛 第一個環境 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剛剛那個 Ecell 如果你要寫VBA的程式的話 那你只需要把Ecell打開 Python打開之後 這邊其實就可以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這邊就可以寫程式 就可以開始寫VBA了 但是如果你在Python 那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是自由的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 免費的程式讓你去挑選 但是前提 你要自己去挑選 自己去下載 而且那些軟體 已經標榜它是自由 其實是免費 我沒有送你任何錢哦 所以出問題你也不要找我哦 OK 所以以後你要記得哦 以後如果出問題 你還是要自己想辦法 那你會接受這種 如果你可以接受 那你就一用吧 OK 不過因為這樣關係啦 我覺得歐美 他們很喜歡這樣的東西 所以相對的 很多人也願意投入時間 然後去把這個東西弄起來之後 然後免費給大家用 OK 是一個算是正向的循環 我覺得OK 而且網路上 如果你搜尋Python的相關的問題 很多人會已經寫很多部落格 然後很多的程式碼也在上面 你只要拿來用就好了 OK 這是一個蠻正向的循環 那反倒是以Sail VBA 要幫你搜尋 很難找到耶 而且即便找到 也不見得能夠用 這個就是 有點像是開放跟封閉的兩個環境啦 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下 那你說 這有什麼重要的 其實很重要 因為其實說真的 沒有一個工具是誰取代誰 你不要說你今天學了Python 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以Sail 沒有就回事啦 最好這兩個都要會用 就像你今天要去高雄好了 你要怎麼去 你可以搭高鐵啊 搭高鐵你要到左營還要轉車嘛 你會搭台鐵也可以搭台鐵嘛 你可以自己開車也可以吧 OK 甚至你說 老師我要騎摩摩車 不過OK啊 我發現現在年輕人很喜歡環島耶 有沒有 騎摩摩 或甚至你說老師我走路去也會 也OK 但是問題是沒有誰取代誰 只是說哪一個方案是你想要的 如果你只是想要旅行嘛 OK沒辦法你慢一點啦 不趕時間嘛 但如果你試要出差 因為上班公司要支付你費用的 所以當然你就越快越好 你趕快去趕快回來 當天晚上你就訂早班的高鐵 然後晚班高鐵上來 當天一日生活圈OK 那一樣的道理啦 其實這個就是另一個工具 OK 所以將來使用的觀念 可能要先跟各位講一下 並不是哪一個工具取代哪一個工具 而是說取決於你的需求 所以每個人的工作需求都不一樣 那怎麼樣的工具 可以加快你的工作 速度那當然就是好工具 OK 我這邊的話盡可能把一些 可能我看到的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說明 大家如果你遇到工作上一個問題 沒辦法你可以提出來 也許可以把它加到這個範圍裡面 可以拿來解決看看 馬上可以解決問題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回到我們這個問卷本身 OK 第一個的話我大概知道一下 因為今天第一次上課啦 那我也不太知道大家了 OK 因為 第一個的話呢 到底你有沒有上過其他課程 最大的比例是沒有 但是有自學 OK 其實無仿啦 因為現在我發現自學管道還蠻多的 而且YouTube上面其實有蠻多影片 你們可以看一看 而且你會發現現在YouTube上面很多YouTuber 現在程式方面的話其實也蠻多老師錄得還蠻好的 你可以參考一下無仿 OK 區區區管道很多啦 但是 最重要還是 可能它需要一點點系統 OK 像東學西學 這會變成說搞不去的 而且程式是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它其實基本上沒有標準答案 而且同樣一個解決的問題 不同的人寫出來的答案一定都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的思考邏輯不同 所以我認為要這樣寫 但是你可能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你另外寫 沒有對錯問題喔 OK 所以以後的話 怎麼樣的答案是最好的 就經過你自己想過的答案是最好的 你也比較好知覺嘛 所以最好的程式是什麼 就是你自己寫出來的啦 哪怕是那個程式你是參考別人 沒辦法你可以改動一下 改成你自己看得很順眼的那個樣子 那就是最好的答案 OK 所以就跟各位溝通一下啦 因為程式啊 很多人說一定要怎麼寫 誰誰誰怎麼寫 我說你愛怎麼寫怎麼寫 寫得出來就好了 就像老闆只要看結果啦 他不會管你說你程式怎麼寫啊 你怎麼做的 你程式來看一下吧 沒有那麼厲害的老闆吧 老闆關心的應該就不是這些啦 OK 那第二個 所以大份同學好像都是自學區做了 蠻厲害的 第二個的話呢有 有上過其他老師的 Python課程 大概都占了百分之三 三分之一耶 OK 那再來其他的話沒有 但是會其他語言的 這樣也OK 因為其實說真的 語言跟語言之間是相通的 如果你會那個C語言啦 C++ Java 其實再來學Python 你就會覺得你就回不去了 OK 因為我以前大概十幾年前我就知道Java的 OK 為什麼Java真的超麻煩的 哇 實在是因為他物件導向嘛 所以第一個你還要了解什麼叫物件 屬性方法 我講完這些東西那朋友就昏倒了 OK 還沒開始喔 還不能用喔 OK 所以以前如果學過Java的 或者C++更不用講 C++更麻煩 C更麻煩 所以 程式的演技是這樣吧 應該是越來越簡單 OK 像以前那個Java要宣告 宣告變數 OK 而且你變數宣告錯誤 後面RUN又BUG了 但是Python是怎樣 不用宣告 那你想說變數怎麼產生 很簡單 你第一次給他什麼 比如說你第一次給他一個數字 那這個變數 他就是一個數字的變數了 如果你第一次給他文字 那這個變數裡面 他這個變數就是數字類的變數了 OK 他是這樣子來定義的喔 所以 相對彈線會比較大一些 他其實也可以理解啦 因為像BigData 大數據其實有一個很重要概念 他的 資料形態非常的多 你怎麼知道你來個資料會是什麼 那如果你先 像寫Java好了 你先已經定義好了 可是問題來個東西不是你願意定義好的那個形態的話 好 那怎麼辦 那就完了嘛 OK 所以他就盡量不要 VBA也是一樣 不需要宣告變數 所以你會發現現在比較高階的層次員 慢慢走的就是盡量不需要宣告 甚至未來我發現 甚至還有一些完全不用寫層次的 可能下一個階段 這次層次會越來越少 叫Row Call Row 越來越少 甚至未來還會發展到No Call No Call就不用寫層次 那你不用寫層次 那層次怎麼產生 以後的話有點像積木式的 有沒有 拼圖嘛 你今天如果 要幹嘛你就給他一個拖拉一個東西 有點像積木式的 應該小學生也有類似Squatch的這種東西 甚至那個寫App的話有App Inventor 其實有類似概念 那我發現 我教App Inventor的時候 我發現 學生接觸度超高 以前他都要寫程式 他們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我只要把程式變成一個圖 突然間奇怪了 大家怎麼馬上都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不是程式 他們其實照著那個圖案去把程式 其實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我們本來是程式 它只是變圖而已 他們是完全可以接受 而且他們很快可以做變化 這點我倒蠻蠻訝異的 那因為我們比較傳統 以前就是寫程式的 所以我 不會覺得哪一個好哪個不好 但是可能是因為他們沒有那個背景 所以直接跳到程式 他們沒辦法 所以未來也許 可能在Python 之後可能還會有另外一個改變吧 說不定你說 那Python能夠 熱門多久 其實很難說 因為像我大概 十幾年前吧 其實我教最多的程式語言是Java 那時候Java 簡直就跟Python一樣 就是在那個書店裡面所有的書 最熱門就Java 一整個全部都Java Java 但是現在就改成叫Python 所以如果你們有去逛成品書店的那個電腦那個部分 或者旁邊那個天龍書局 像天龍書局也是賣電腦書最熱門 那你會發現全部都Python 那Java跑哪裡去了 就要跑 就他有他地方去了 OK 老兵不實嘛 只是凋零嘛 OK 他還是存在 只是他慢慢用的人越越少了 也沒有市場 還是有市場 因為其實 還是有一些 那個比較傳統的產業 他以前用了他改不了 OK 還是會需要 他之前還有Cobo 金融業 所以之前還有 金融業還要找那個會寫Cobo的老師 那老師要不就是 已經退休了吧 要不然可能就已經 回去了 OK 因為太老了 像有些程序員 太老了 那所以說 這是有一個轉變 但是你說會不一樣嗎 其實我覺得 這個很多是相似的 如果你會Java 你大概學Python 我覺得應該還蠻簡單的 而且更簡單 只是觀念不一樣 OK 就好像說你以前會搭台鐵 你現在搭捷運應該會覺得 應該搭捷運更簡單 有沒有 其實也有這種進步吧 大家也會希望說 那台鐵也可不可以改成 類似像捷運一樣 做到旁邊那就更好了 OK 所以其實也是有演變的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電腦程度大概又在哪裡 他也不意外 反正六十同學是 進階的 其次的話呢 就是高階 有那個開發基礎 所以有佔比還蠻大的 所以這兩個已經大概佔了 大概80%了 所以理論的應該大部分同學都有一定的 基本的程度 但是如果你假設選的是哪一個 選的是這個 有兩個同學 我也不用擔心啦 我上回有把影片錄下來 如果你覺得你比較跟不上 你可能回去自己再慢慢 發點時間複習吧 OK 因為說真的啊 會抓到要領就好了 OK 而且我會把我寫完的程式碼 全部都會放在雲端上 所以你不會也沒關係 你會Ctrl C Ctrl V 然後貼到對的地方 執行應該OK 但是不是這樣呢 你回去要自己重寫一下 如果人家可能寫一遍 你可能要多寫幾遍吧 OK 慢慢的話 不見得說你的程度 不會比別人好 當你要花的10M 應該要比別人多啦 這個可能是需要注意的 最多同學比較有興趣的應該就是 Python 處理Excel 的部分 OK 看起來好像就是最多 其實這個也是現在很熱門的 因為Python 怎麼樣去處理Excel 最重要是需要有一個外掛 然後一個模組叫Pandas 其實就是熊貓那個Pandas OK 那個Pandas的話 其實如果你把它掛上去的話 其實你要存取Excel 就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情 OK 甚至你要做Excel裡面的相關的資料處理 甚至你最後存的Excel都沒有問題 也就是你 甚至這個有點像 取代Excel VBA 的那個味道 也就是你不會Excel VBA 沒關係 你用Python 來解決Excel的這個相關問題 這個倒 以後面我們會再買題好了 OK 不過我跟各位講 這已經算是 在基礎上面的一個應用了 所以可能還是要把前面東西 先把它學會 另外的話 那個VBA到那個Python的這個過渡期 這個我也稍微講一下 其實兩個語言說真的啦 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啦 OK 那當然你最好是兩邊你都能夠 零活的應用 比如說 哪個地方 比較容易的話 你就在那邊處理 因為有的時候啦 就是 當然如果你的環境 像很多 同學 就是 沒辦法用Python 他好像 工業機能業 很多是不能安裝外部的軟體 但是呢 電腦裡面一定會有Excel 也會有VBA 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會Python 但是你Python 直接直接寫完 你會不會直接轉成VBA 直接就在用VBA來跑 也是可以的啦 OK 也是基本上大部分Python能做到的事情 其實VBA都辦不到 只是說有沒有地方可以轉變 這個大概 在後面我們再提好了 再來 第三個就是檔案處理 這個也是重點 資料庫 不過我覺得Python 這一點導致真的還蠻 讚賞的 真的變超簡單的 以前在Java處理檔案的時候 哇那真的麻煩到一個不行 但是 Python 程式語法 非常非常簡單 有的時候甚至兩三行就可以解決一個問 檔案的讀跟寫 比如你要讀檔 大概就兩三行 存檔也是兩三行 OK 所以Python 其實我覺得 好像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讓程式語法 變得直覺又簡單 OK 所以 讓 寫過Python的人 基本上就回不去了 以前我可能習慣用Java OK 現在我會用Python 說真的沒有必要 我幹嘛用Java來寫 OK 所以這個可能 大概跟各位說一下 其他的大概我也會提 自我 大分都是 自己想多學一點 業務向有需求 等等的 好 那大概跟各位說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因為今天第一次上課 我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有關 課程的綱要 綱要的部分的話 主要第一件事就今天要做的 就是 建置 我們的開發環境 那 剛剛有跟各位提到 其實Python因為它是 自有軟體 所以其實它提供的方法其實還蠻多的 那哪一個比較簡單 然後因為以前的經驗是大家會花太多時間在開發環境上面 我覺得好像有點浪費 因為重點應該在城市 所以我剛剛有提過 你可以去下載那個懶人包 然後把它解壓縮 但是 可能還是要有一些地方要注意的 它解壓縮的時候 我預設的目錄是在低疊 OK 所以如果你不是在低疊的話 假設你如果要用的話你可以 放在低疊為主 但是如果你在C比像我們這邊的話 那你要改一個地方 把它路径改掉 就OK了 那至於要怎麼改 那待會我會做說明 那很簡單 它就解壓縮 而且它是免安裝的 OK 免安裝就是不需要什麼做什麼 下一步下一步那些 你只要解壓縮 到 低疊 預設是低疊 底下 OK 然後 再來我們就是 確定環境OK 然後測試沒問題 那再來當然如果今天可以 開始寫一點基本的程式 我剛才提到 就是 Python 它變數蠻特別 它不用特別宣告 那當 什麼時候會建立這個變數呢 就是當你第一次 賦予它 一個詞 那個詞的形態是什麼 它就是什麼形態 OK 這還蠻好理解的 但是缺點就是 少了一個宣告的動作 OK 不過我覺得也沒必要 就像你今天去餐廳吃東西嘛 明明位置那麼多 你幹嘛 我要訂餐 明明位置那麼多 老闆說 沒關係你來就好了 因為今天很空 下雨天沒人 你隨便做 一樣啦 那你講說老師為什麼以前需要宣告現在不用宣告 到底一樣 因為以前很熱 以前可能 記憶體太小了 有沒有以前的環境記憶體啊有什麼幾妹的現在都幾G的吧 Gb 甚至現在都隨便插都插16吧 32嘛 根本記憶體大到一個不行 那大到不行了你根本 不需要特別去宣告 除非說啦你那個環境的記憶體很小 那你就要特別去節省一點 OK 那其實還有什麼結構控制啦 回圈敘述等等的 OK 尤其是回圈 如果你有學過其他原因跟回圈比較沒問題啦 如果沒學過 大家要把這個回圈學好 那回圈簡單講就是幫你重複做啦 也就是你現在要重複做一千萬次 他瞬間就全部做完了 那人人最討厭的事情其實就是電腦最喜歡的 還有呢人要睡覺嘛 但是電腦不用關機嘛 你只要打開著嘛 時間到他自己去做就好了 所以你其實甚至可以 把這個規則寫好然後呢 讓他去跑就OK了 所以主要程式就是 解決人最不喜歡的事情 可是卻是電腦的專長 OK 其他都還有 你可以要了解哪些形態 像串列 如果資料不止一個 可能有多個 那像Excel 裡面為什麼有一整欄 很多很多的資料 那在Python 裡面就叫串列 概念是差不多的 比如說一欄裡面不是一堆 那像Excel 他可以放幾列呢 最多應該是 一個工作人應該是 幾筆資料 最多大概 1048576 最多是104萬多筆 OK 那 也就是說如果你這麼大量的資料 那你要放哪裡 Python 就放串列 OK 那還有像字典 檔案等等 這個後面呢 我們會再跟各位說明 相關的這個 相關鋼料 其實在你們講義裡面也有 你們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主要是前面是處理一些基本的 後面的話在處理一些 爬蟲的東西 比如網路資料等等的相關作業 如果大家可能比較傾向學習 那像Excel 之間 那也許可以把時間 多花一點時間在 Python 處理Excel 部分 給這上面 也許可以多舉一些例子吧 這個其實我還蠻有興趣的 因為我覺得好像大家都有興趣 所以針對大家有興趣的東西 多講一些 好像大家會 覺得好像學得 比較 充實一些 其他還有像那個視覺化的報表 比如說你假設類似像 Excel 裡面不是有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就畫個圖 讓它看起來 越清楚嘛 比如說時間左右 折線圖 甚至K線圖 甚至 比例的話是圓形圖 甚至直條圖 直方圖等等 或者是 一些泡泡圖 有沒有 那這個的話呢 在Python 裡面也可以辦得到 OK 那至於怎麼做 後面呢 我們 再跟各位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 做一些預習的動作 OK 那 最重要的部分 那接下來 其實我是吳老師 OK 如果你要找到我很簡單 Google吳老師教學 其實 就會很多 好像第1個page 很多我的連結 然後 主要 因為我在程式上面 這底下好像有個字 這是我相關簡歷啦 OK 你如果Google關鍵是吳老師教學 那之前的話 曾經是大部分 就花蠻多時間寫一些部落格文章的 然後會把上課的影片錄製下來放在YouTube上 主要 剛開始的 動機就是 為了 幫同學 解決學習上的問題 因為很多同學 程式 聽一遍聽不懂 所以他們需要再聽 所以 為了避免說每次都問一樣的問題 課程進度能夠加快 後來發現 錄下來 回去自己看吧 那的話 每次 下一節都問同樣的問題 每次都問上上禮拜的問題 進度永遠都沒辦法提升 所以 有問題 回去再 如果剛開始有點聽的 不是很聽 沒關係 回去再找時間 慢慢聽吧 因為現在YouTube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有沒有 你 可以早是有空檔時間 甚至你耳機帶著你都可以來上課了 OK 而且甚至現在好像除了手機 現在甚至投影蠻方便的 我發現現在電視很多新的 直接就把手機的畫面投上去 它內建就有了 對不對 所以你哪個地方都可以學習 筆電也可以 反正 好 那 我主要是 之前 最早是擔任城市設計師 我大概已經 寫城市的 資歷大概應該也 20幾年 應該快接近30年了吧 OK 那我教城市大概也教了 20年有了 超過20年了 OK 那之前有曾經創業的經驗 OK 然後 大概相關的簡歷 另外 另外也有那個 現在現在企業好像也都慢慢 說考 考Essal VBA的好像越越多 所以也有找我做一些命題的 這個工作 命題跟評分 OK 因為他們現在好像要的人 最好是會寫城市的 而且不是說資訊人員要考VBA 我發現現在連行政人員最好是也要會一點 你不要覺得很那個 我發現好像因為 會的人跟不會的人 效率就差很多 你如果找一個不會的人 你要把 就是請他走 這個好像還蠻多的藝術 如果就資方來說 當然會希望省錢 可是問題你要省錢 你最好是讓他自己走 但如果你要讓他自己走 你可能要做一些事情 可能 會很不好 像 好像昨天的新聞 亞東醫院不是有爆發那個勞資爭議嗎 就一個懷孕的那個 護理師 然後他好像就被迫 就是要離職 可是他說我沒有要離職 或是因為我懷孕 那你為什麼就要逼我 對不對 因為他 我在想說 資方可能也想說我不想付資遣費 對不對 那你不然就是 你不要鬧得那麼不愉快上新聞 你就資遣費付一付嘛 所以他付一筆錢 但是總比你將來 上媒體 醫院的名聲也不好嘛 然後到時候勞工局又要罰錢 你現在孕婦不得了 現在只要孕婦 你就完蛋了 之前廖老大就是因為 做了這種批評 完蛋了 他整個廖老大的茶 再也 有沒有 崩盤了 OK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勞資最好是 不要那麼不清楚啦 不然的話 盡量反正該給的就給一給吧 OK 其他的話 拿一些一些總項 這個是拿一些 那我的證照也蠻多的 我大概有超過30張的證照 OK 然後其中 Python也有好幾張 其中的話 我還蠻建議啦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說怎麼樣 加強你的這方面技能的話 去考證照也是一個方向 OK 反正至少拿到了 OK 那你說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效 我也不知道啦 反正至少我有你沒有 就表示說我總是比你多一個東西嘛 而且是第三方公證單位 至少是公證單位啊 你不是說阿媽阿狗頒發給你的 當然就不算數了 OK 大概是這樣啦 那至於那個證照部分 也許後面我會再分享一些 可能一些考題吧 你們回去自己 最好了 我是建議你們回去自己練習 練功嘛 把這個練熟了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怎麼樣提升 你就去參加證照考試就好了 我會給你們一些方向 那你們自己把題目練完 練熟 因為這個題目是這樣 你練熟去考試 他會從 比如說 90題裡面抽9題 然後在100分鐘裡面做 作答完畢 只要取得70分鐘 你就給你一個證照了 表示你是Python這方面的 不一定是專家 但至少你有70分 因為企業沒有要你100分 你有70分 就已經不得了了 而且比如說你們剛好 需要找 比如你要升籤好了 需要有一個 你要有 城市類的專長 那誰知道你有沒有專長 Promote一個人 那你就把 我有這個東西 有別人沒有 那你就把人家比下去了 OK 所以這關於其實是 我覺得還是有 或或或或或或或的公正性 類似像這樣子 好 那正照大概就考一些基本的 我覺得大概 應該就是考一些基本的程度 OK 那其他像一些參考用書 這個我就不多介紹 因為我一般習慣是 盡量你們去看 自己去找 你看得懂的書就好了 因為坊間的書籍 坦白講大部分都寫得太難了 因為看一看之後還是看不懂之後來問我 我說這個比較不適合你 適合我 然後後來那個同學就把書送給我 因為他說 他已經放書架上已經放很久 他一直想要把它拿去資源回收 但一般書那麼貴 他就覺得不捨得 所以他再拿來問我 我說 我讓你一定看不懂 那實際上這個書 坦白講他也不是讓你看懂的 他就是給你一個sample 然後你要拿一個sample 來 做一個變化吧 OK 好 那其他的話大概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 來看一下有關 這個Python的環境建置 所以剛剛有提到那個 所以呢 請各位第一件事情 先到你的C別以下 看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要開那個 Python的環境的話 那請各位到你們的電腦裡面 找一下C別 那確認一下有沒有這個資料夾 叫做 Python Python384這個目錄 如果有的話呢 請你把它打開 OK 那 再來的話呢 當然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是再去從那個雲端上下載 然後把它解壓說 到C別 OK 那就有啦 反正你自己的電腦也是一樣 如果沒有你就解壓說 解壓說 特別是解壓說的時候 直接就解壓說致詞 不要解壓說到 多一層目錄也不行 他們不能說Python384裡面又一個Python384 這樣他也不能Walk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你解出來之後一打開 裡面就是這些東西 那你想說那老師我怎麼執行程式 很簡單 請你再來找另外一個資料夾 叫做Scribes 這個 OK Scribes裡面的話 他在底下呢 找到S開頭有一個叫Spider Spider Spider3.exe 就這個東西 OK所以啊 記得啦這個目錄啊可能稍微記一下 我們這邊的電腦是C別底下的Python384的Scribes Scribes裡面呢會有一個叫Spider3.exe 那你就把它直接點兩下 理論上應該 就可以看到什麼看到那個 他會有一個好像那個吃豬 網的一個 畫面都會出現 表示說你已經在開啟 Python的環境了 那基本上打開之後 就可以開始寫Python 的程式 大概就這樣而已 那這個應該算夠懶人包了吧 OK所以其實也不用做什麼事啦 那你想說老師那 是不是只有這個環境沒有 你網路搜尋一下Python開發環境可能有十幾個 看哪一個好 我跟各位講 這個最簡單的 你也許如果你暫時不想要 想這麼多你有選擇障礙的話 你就先用這個吧 OK 那如果說老師我實在想要多研究 那你去找 OK網路上一堆 可以開發的太多了啦OK 那這個的話我是覺得最簡單 因為懶人嘛OK 不然 叫之前有同學研究 那你在研究 開發環境還是在寫程式 你知道那麼多要幹嘛 OK 就像 什麼說啦 打開一下你可以看到 那如果之前有 已經有人有寫一些程式的話 你就直接把它關掉就可以了 那上方這邊有個叉叉 這個就把它關掉 那基本上 他這個東西呢 就是你寫程式的環境基本上就是在 左手邊這邊 那只要開一個新的 所以以後要怎麼寫 九上角有一個開一個新的文件有沒有 你就按一個新文件 程式就寫這邊就可以 上面會多一些註解 這個把它刪掉就OK了 在這邊寫就可以了 OK 應該都有 看到這個東西吧 好 請各位先試 當然你可以想說 老師我想要寫一點東西 可以啦 比如說 比如 假設 你可以怎麼選 A 比如在這邊 你可以 開一個空白的文件 左上角這邊 OK 新文件按一下 然後你可以寫什麼 A 等 假設A等於 A等於3 Enter B等於5 Enter 那如果我想要得到它相加的結果 我把它放大一下 Ctrl加 Ctrl加就放大 Ctrl加 這樣放大OK 沒有 在這邊 A如果等於3 B等於5 那假如我多一個變數 叫 Ans 或者是sum 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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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A加B 那請你把sum的結果幫我列印出來 那打一個print print 然後刮弧 把sum的結果呢 把它列印出來 OK 那這樣的話呢 接著你第一支程式就寫出來了 Ctrl-減一下 Ctrl-減 縮小一下 OK 你大概就打這樣 那我怎麼知道說結果是多少 最簡單的方法 請你看上方有一個 Play的一個 執行的一個按鈕 你就按下它 那它會把結果呢 幫你把它print到 右下角這個叫控制台 print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啊 最後的結果在這邊 8就出現了 Ctrl加 這邊也可以Ctrl加 Ctrl加就是放大它 OK Ctrl按住 按加號 Ctrl-減就縮小 OK 有沒有它print的出來就是8 如果你看到呢在你按下執行之後呢 假如有看到8這個數字的話 那恭喜你 你這個環境不只建築了 你也開始寫了你的第一支的排整程式 OK 所以應該蠻不難的 我大概就寫這樣簡單的東西 那只是說啦 我們現在只是寫那個數字上去 當然將來還有文字啦 還有一些其他的形態的資料 那我要怎麼去撰寫 OK 那請各位先練習一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那個 就是進一步的東西 那相關的東西 各位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的 第一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 那當然 待會 第一個單元環境OK 那我們就會再來看 第二個單元 基本的語法 跟一些結構控制 OK 先吃吃看好嗎 OK OK OK